哎哟 怎么对我的别人走啊 我告诉你 我的绝心已经不可能被你连变了 哎呀 做男人太难了 刘浩东 你打晚上生日行李干嘛去啊 我不在家住了 你一个人住吧 啊 那你是哪住啊 我准备去武夷山当和尚去 你当和尚 那我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离婚呗 不是 你咋啦 这日子没法过了 还能咋啦 我最近又没招人你 也没怎么地啊 验了 烦了 够了 还不如当个和尚来的清救呢 你干嘛 你别拦着我 起开 我不能让你走 你走着你挣钱给我花 哎呦 什么 平常我挣钱给你花 你自己不能挣钱啊 你是大男人 格局打开一点嘛 从咱俩认识你就一直跟我谈格局 你啊 一直在CPU啊 那我CPU你还不是想给你动力吗 你可拉倒啊 我不听你在忽悠 最开始我大脑是低配 现在我已经发展成高配了 你已经没办法给我洗脑了 不行 我不能让你走 你干嘛 给我起开吧 你干 我不能让你走 走 起开 起开 哎呦 求你了 你别走啊 我告诉你啊 我的决心一定不可能为你改变了 你睡衣都没换呢 我都得着去当和尚 换不换睡衣 它有啥区别啊 哎呦 求你了 你别走 你走了 我的天就塌了 我看是没人给你做饭了吧 是啊 你没人给我做家务了 我一个人干得了这么多 那别人家的媳妇为什么能干了 就你干不了啊 我不管 你要走也可以 把你妈叫过来 把我妈叫过来给你当保姆啊 商量商量吗 没商量 我妈没时间 那把你爸叫过来 我爸更没时间 他在家给我爸当保姆呢 那你就别走 懒得打理你 走了 停 给你十块钱 别走 就十块钱就想打罚我 你以为我是要饭的 一百 刘大林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最借钱不眼开 你给我一百块钱 不就走好了吗 不就走好了吗 可是怎么样 不就是缺零花钱了吗 还整这厨 还当和尚 人家招和尚也招个帅哥 像你 肥头大耳的 还没上山就被人踹下来了 你这话说的 那你走给我不就行了吗 还不敢回去给我做家务 好嘞 姑奶奶 折腾半腿我都饿了 坐下去 没问题 又来 吃